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个原来是一个码头来的 就是一个码头边海边的一棵小章树 六百多年以来慢慢一长长成这么大棵 所以来说这个冲边就是由这棵大章树开始见证的 沧海桑田这棵古章树可以说见证着冲边村的发展和变化 超哥听你说为什么这个冲边村以前是叫做冲周的呢 如果我说很多人都不是很信的 不如我跟你一起入村找找当地的父老 了解一下为什么原来的冲周村变成现在的冲边村 沙鸡镇的冲边村原称为冲周 宋代立村的时候 村民选入了一条形状好像龙脊一样的山江 顺西而建 称之为龙脊江 山江在村左右各伸出两个山头 称之为虎仔山 除了这条山江之外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平原就是大海 都明代开村的时候这片大海已经遇迹成坦 是一片浅水沙洲 所以称之为冲周 清代原村边一条绿香葱成为了交通要道 当时有十三项名义的宝和社在这里开设码头 同村中利益发生争执 官司打到香山院衙门 递交状旨的时候 冲周村的一位宝鹤之士提出 整条村都是在六向冲边 收建码头的利益当然是在村中 为了寻执证券 冲周村应该改名为冲边村 令人一目了然 冲边的以前是冲周 古老那时候是冲周 生年冲边那里是码头 13项和冲边争执 是13项的码头 甚至两个公民帮忙 做了几天冲边冲 冲边村改的冲周 落到冲边那里 这样是冲边 藏旨宋帝香山怨虎 冲边村靠改名而令官司获胜 从此冲周村正式改为冲边村 冲边村宋代开村的时候 是一条小村落 村中的一株年代九远的大张树 印证了这一点 相传大张树是村边码头的一棵遮阳树 随着海水的退落 海滩成绿 冲边村居民建筑不断向外伸延 这棵大张树为村民遮风挡雨 阴护着冲边村的子民 村民又竭力保护这棵大树 令它延年益寿 据市林业部门的专家口证 这棵树起码超过了六百年 六百年的沧桑 大张树见证了冲边村村民相互依存的关系 冲边村村口的一条八百年历史的杜婆桥 更加是见证了这道人与人之间的交融 古代的陆香葱宽阔 刀婆桥的桥子原理是一个横水渡渡口 过往行人靠船摆渡过冲 当时的渡头部级排列着形状 好像石谷的大石 供行人上落 宋代的时候 有杜姓寡妇住在渡口边 经常见到行人搭在布满台线 和浮沥的石谷上 不小心陷入河中 就立下誓愿 在有生之年 为村民修建一道桥 于是 他每日在渡口 向行人募捐见桥 经过即年累月 天从人怨 杜姓寡妇 居然用募捐得来的钱 建成了一道石桥 方便了行人 旧市港是六香桥来的 旧市香港那些六条线 冲头 冲边 江贝死溪 万二言破石 下那条条线 旧市贴石的人上 统统向那条条线上去 现在保存那条线 都为你拆掉那条线 一落地 那条线冲过来 企囡的清哥 里面的车 几了七八十 公平看过去 开吊就这样 古老的沖邊村 就忠明慾秀人才背出 在這條村裏面 最主要的姓氏就是李氏和曾氏 我和超哥現在就來到 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曾氏祠堂裏面 曾氏祠堂有幾百年歷史 但是來講 曾氏祠堂裏面的名人 大家可能都很熟知的 就是曾望眼 超哥 很多人都說曾望眼其實是原封人 為什麼你會說他是沖邊人呢 這件事只不過是一種習慣上不同 曾望眼就出生於原封 但他的先祖曾經在這裏分支到 後來又順德在原封開機 真真正正這個沖邊的真氏 分支的三個資物都很清晰 一支原封 和一支祈頭 以及一支珠海上沖的 所以來講 真氏分支到他之後 各個分支祖先去進行發展法科 就是他們各個分支祖先的榮譽 原來是這樣 難怪我們在這個沖邊的曾氏祠堂裏面 可以見到這麼多曾望眼的墨寶在這裏 原來他和這個祠堂是同出一緣的 北宋的時候 曾氏先祖因為對黃安石變法不滿 從江西遷到南洪珠基行 歷經五代與富宮遊歷香山 選擇了這個臥虎潛龍之風水寶地居住 生下了曾萬田之後開枝散葉 後代分支現在的珠海上沖香 石旗城北騎頭香 以及原封香 原封曾氏一脈 曾出了一代名幻 曾望眼 曾望眼 偉觀清靜 不畏權勢 有曾鐵面之餘 是道光 咸豐 同志三朝元老 而關於曾望眼的傳說 在曾氏家族中廣為流傳 曾望眼在性格上 在作風上 在思想上 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念正聽正 剛毅嚴肅 知則敢言 言則敢做 愛過富國 不畏權貴 他曾經威脅過日本軍國旨的使者 維護了國家的經驗 然後曾經在皇帝的電視校長裏面 稱之了那些腐敗的考官 所以你們的一生來講 就得罪了很多乾貴 幾次的免職 有幾次的皇帝 重申豫勇 一直都是我們曾氏族人的學習榜樣 沖邊李氏始千祖福城宮 和環城區恆美李氏始千祖 重江宮 是兩兄弟 同是李氏入月第十五世祖 以經營蘇航針線為生 傳說 他們父親官平祖死後 風水先生說 你們兩兄弟最好就是千祖 聽不到炮掌聲 和聽不到雞堤的地方住 昨天李氏始終見我們離開監頭 重江就故意恆二開族 福城重來中邊開族 福城重來中邊開族 坐在一個牙右偷的場案那裏 搭這件事 賣了一條紙線 雲山褻的東西 口緊 上面 爭視了這個態度 喂 你不要提到那些 那些是後藝人 我的兒子 提到那條麗天 那些場案那條麗天 黃昆褻的 嚇了我的兒子 日本就在那裏 那些事實就在那裏沖天 我和超哥去過很多村莊 我發覺不同的村莊 都有各種不同的崇拜 有些地方崇拜這個母后 有些地方崇拜先鋒 而沖邊這裏 就崇拜這個北帝 爲什麽它會崇拜成北帝呢 按照我們中國傳統的講法 北方是屬水 北帝是掌管水之神 所以我們作為沖邊 面對大海 古代的沖邊是面對大海 這樣就是說要崇拜一個北帝呢 希望這個掌管水的神靈 坐在這裏呢 可以講一下 河青海岸一派聲明 亦都是一個平安之神 不如我們一齊去到沖邊村 問問當地的居民 看看他們所崇拜的偶像 有些什麽看法呢 傳統的神廟寄託著崇拜者的期望 沖邊村的北帝廟和洪聖廟 亦是同中山的其他鄉村一樣 是村民崇拜的位屬北方的水神 和統與洪水的自然之神 踏進北帝廟 正宗的北帝像旁邊 供奉著一位張王爺爺神像 張王爺爺是哪一路的神子呢 張王爺那個人是廣州湖造官 廣東天寒寒災 寒災的時候 一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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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倉啊 舊子啊 但是長途去更甚開倉 要一個月內會 不知見到多少人了 不然現在開倉 我向你撐步上級 上到他上級 甘臣 你先站後就你這麽大膽 哈哈哈哈 咦咦 人都這樣說 我們來 我們來吞金自殺 再民知道張王爺為他們開倉 犯法而自殺 感動天地 自願將張王爺爺立像供奉 教育子孫永世不亡 於是張王爺爺的數像 搬隨著北帝神子左右 世代收人們香火 冲边村的红圣庙 正堂供奉的泥菩萨更加多 据说都是曾经有恩于村民的古代人物 受恩的村民为了令到后人顶记恩人 将这些古代人物素成人像被人供奉 正堂一排的人物中 有一位清朝装扮的人物 亦都是当地闹饥荒的时候 不惜重金 从越南等地扣米回来救荒 解救万民 村民感其恩惠 素杖要后世子孙永远供奉 从中边的神像民间崇拜 可以看到这一方水土的村民 重情重疑 感恩带得的纯朴民风 超过 和你走了中山这么多古老的村落 我发觉一个共同的现象都很有趣 他们的村民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别的偶像 从北帝庙到红圣庙 其实中边人是充满了一种感恩之情 他们很重情重疑 而且来说 对曾经在历史上帮助过他们的祖先的一些这样的英雄人物 或者社会严大 他们都充满感恩之情 所以要求我们历代的子孙都要可以说是崇拜他 学习他这种精神 我们用一种很坦诚的心态 去接受这些曾经给我们祖先赞扬过 或者是纪念过的这些人物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思想还可以得到一种升华 下一期我和超哥还会继续留在这个龙都古地 和大家讲讲袁亨里的故事 好了 今期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可以登陆我们的博客网站 和我们聊聊天